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见他名这个游戏是上年10月份发布的 承认一下选行暴力尺度很大 所以本期选动这个游戏算是福利吧 先投气试水正在讲事儿 我把话头起的高一点儿 尽量把重点不要放在那个 诺摸上面啊 还是借这个游戏引出极具欧洲神话色彩的故事起源 说的就是这个Sakibas 游戏中他也是主角 游戏视角准功 当然这个角色也出现在痛苦地狱 算是这个公司开发的番外作 重点在于操作战斗机制非常完善 第一是要架着在基督教有这么一号的精灵 砍杀一片算是爽游类型啊 当然本期的计划不一定能录到正式游戏了 和痛苦地狱第一期一样 看看模型搞搞事儿重点还是在说啊 OK咱先看比较震撼的片头啊 回头咱再分调戏里 当然了为了保护小朋友三观后期可能会打马 这样啊视觉冲击力可能会降低五成以上 这也没办法事儿 能看到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啊 如果成现在你们面前啥都看不到几天我说啊 总之这个所谓的Sakibas魅魔嘛 义夫当官 义女当官 总之对面敌人摘出一个强悍的对手与之对调 哦耶很帅气呢 真是一路乘风破浪披荆斤斩击啊 这视频上的图鉴是宁露和巴别塔 我们在战争中对不幻想的优优 而且教了他们如何坐在我的想法 如何服务和服务 为了我的宴 最大的导导人 王宁露和我 最危险的 一会儿就看铁格大 也是一刀拿下 and the most desirable sacrifice in hell together we have conquered 这古巴别人皇宁露 and if there is any threat still looking for us in the dark 船船中还没有见好的通天巨塔 we are ready 咱们说按圣经十经线来讲 就是第一个就是 上帝传土造人建伊甸园 然后就是亚当夏娃师见过 紧接着他们孩子干引杀凶嘛 虽然人类第一个杀人犯 罪恶的开始紧接着天使抢心 然后就是诺亚方舟 大洪水嘛 洪水完之后人类全部洗白 感觉好像万象更新 但是紧接着就是人类建造通天巨塔 妄图与天同命再次受到上帝的惩罚 而这个游戏讲的就是在这个世界 地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 巴比伦 在仁皇宁露的带领之下 触及上帝的权威 而我们眼前这位女精灵 作为平衡者 带上帝去惩戒这种 乱为逆子 史诗 妥妥是神话史诗的题材 绝非那种低俗的伪行类游戏 我听到背景音乐这个唱诗啊 我都不想说话了 怎么个气吞山和大气磅礴 就从这个女精的第一视角 还有她要做的事啊 架了起这个豪迈奔放 只不过她引这个事的确充满幻想神话色彩 这么一篇史诗 只不过选材很冷闻 做游戏嘛是不是 萨古巴斯 反正在圣经基督这一期神话 找不到这一号人 不代表没有啊 只不过没有记载 犹太教有 而死海古军琢磨重彩的都是禁书 其实这很好理解啊 各地神话你去看 特别是咱中国 就是按咱这些人类跨围之前啊 没有咱这些文明文字承载的一些神话故事 全部都和性有关系 那时候不避讳这个 真不避讳啊 跨了围度之后 等下咱这珠子百姜 儒家法家开始唱了《不能送欲》 这是很丢脸的事儿 要知羞耻知善恶 放这个游戏设定 直接按和这个夏娃吃了性果 拿那个树叶子挡自己身体了 上帝一看 哦 你骚子上啊 这些光令跑来跑去都没事儿 所以可以把这个当的咱人类思维攀升的一个重大世界 这话怎么说呢 咱不知道羞耻的时候 光令跑来跑去不在乎 那是低等生物低为畜生 而知羞耻的时候就升为了 高等之商了 那上帝肯定不满意 超出他预想啊 所以咱也不管你了啊 但是别急 继续往上升为 知羞耻知善恶也满不在乎之 那咱人类又往上升了一个档次 那就是抛离羞耻 站在人道之上 寻求宇宙真地了 那不就又升歌了吗 离上帝更近一步了 只不过咱现在人的还没跳歌啊 嗯 放在这个游戏就是让他感受一下 鉴于人神之间这么一个 跨为精灵如何立处于三界之内呢 你看古神怎么说的 信仰谴责 多么荒谬 道德标准 多么幼稚 他是个第一口明显站在人道之上 这进入游戏老师循环动画 我还是多说 咱控制这个women吧 他的名字也是游戏的名字 萨库巴斯我一直没细说这个事 这个萨库巴斯 其实标准翻译过来 应该是叫梦炎女妖 犹太神话是这么说的 这一类妖怪统称梦炎 梦炎女妖称之为萨库巴斯 还有梦炎男妖 梦炎男妖 是叫Encobas 其实放在现在这个男梦妖 知道人更多一些 不是因为别的 文艺附星那边有个画家 瑞士的 亨利福塞丽 他也附作品 有画作品 叫梦炎 坐在女人肚子上那个货 就是男梦妖 反正你不管他是男梦妖 还是女梦妖 不管是萨库巴斯 还是Encobas 在西方神话统称为精灵 不代表妖一定是坏的 就什么妖了 什么魔了之类的 反正在那种 这不是主流传递的神话 反正他未必是坏的 反正就是跳出人道发生的事 用人道的善恶去评判 他的对与错 他本身就是错的 所以大体来讲 按西方神话设定 从在人类这头开始算 人再往上是精灵 再往上天使 再往上神 大体就那么四类 我玩他这个系统 有点意思 挺好看的 我尽量控制一下 我解说的语气 情绪 尽量不让你们发觉 我站在心上啥就行了 咱接说 放在中国人死了之后 咱人灵魂将纳入中英界 这就是精灵了 但是中英界下一步是什么 转生啊 六道寻划等着你呢 如果你不守规则 不去 跨回到人间 被称之为鬼 这姿态 其实眼前咱这位魅魔也就C照 不断打 甚至有点下垂 这动作 配个医院可能好一点 直接说事啊 总之咱现在控制这个主角 所在地狱 就那边宁路 就巴比伦国王正在造通天巨塔呢 说他是人皇 其实和咱现在熟知的皇帝不一样 那玩儿人皇都属于半神 至少对世界认知来讲都超属人道 所以说他组织了一票干预他箭塔的精灵 在另外一个维度也有他的所谓的军队吧 其实说军队也不合适 因为他不是和他亲娘 啪啪啪了吗 他亲娘还不是等闲之辈 巴比伦大娼妇 赤燕女神 本身就受莉莉斯眷顾建立了这么一个情色地狱 莉莉斯就是亚当第一人妻子 不是下巴 背叛上帝嘛 你一定远好 我不稀罕啊 对不对 什么上帝啊 我就是神啊 我可以掌管人间的色欲 利用人的情欲完全可以统治世界的 眼星就这么大 什么给我安排着老公亚当 活不好不要 就这么有气情 只不过后来他没想到 他自己的在人间的女仆 这个巴比伦大娼妇 在人间作这么大的货 不仅仅把自己身为国王的儿子给操了 他极力缩手他建造这个通天巨塔 所以这个莉莉斯虽然叛逆啊 他也怂了 他说真的没有想到 人类这么不知天高地厚啊 出生牛犊不怕虎 说的就这个 因为他没见过老虎 所以他不害怕 这莉莉斯虽然反抗上帝啊 但是他得拿捏尺度 这人类造大了 这不给自己惹祸上人嘛 上帝嘛 他没那个胆正面对抗 于是乎呢 他就派下这个梦妖 因为这个莉莉斯相传 你看他掌管四大领域 就是黑夜梦境风暴死亡和月亮 这个游戏还可以捏脸捏体啊 好了 游戏有武器盔甲 就是装备系统啊 这个痛酷地狱刀 你看这个刀身设计 还有骨刺刀 反正都是这个形状呗 这个刀身设计真是异于眼表啊 这这这这算是咱们 以家门梦寐以求的方寸之地 在这个游戏竟成了 军命之期 装备有女王群 有狮皮 神他们性爱农场工作盒 好吗 雪星丹吉尼 比基尼吧 这还有爱的乳胶 黑衣女郎 猪领道 你把这成为盔甲 战衣 装备 反正按启元来讲了 咱控制个命魔 就是莉莉斯派下来的精灵 来惩罚人皇子 就是我跟你这个权力 对抗上帝 但你这抓的太大了 怎么说我得在大家长面前 打打打孩子 过个眼儿是不是 行咱尼尼脸 哦 耶 这粗丝 其实这个魅魔实话实说 没有痛苦地狱的赤燕女神要完美 就按大多数男生的审美来看 腰有点粗 下腹有点爪子 胸有点小 就是比例不是很匀称 但对于我来讲都行了 就是这个魅魔 其实应该叫孟魔 但是叫魅魔也有原因的 它要通过魅惑 顿入人类的梦境之中 就是让人做春梦 或者在情欲之中 引起人的生理反应 这种行为属于反上帝 但请注意 它依然成了咱现在 人道世界的一套规则 这个都不用我说 咱现在生理反应 有反射性波起 心理性波起 还有夜见波起 夜见波起 通常称为陈伯 部分男女 别装无辜 你们都有经理 而陈伯从西方玄学来讲 就是这个梦妖 顿入你的梦境 引起了你的潜意识波起 而按照神话往前追溯 就是当年在伊甸园 这个叫莉莉斯的叛逆女神 反抗了上帝 从上帝段分到了掌控 人类梦境的权利 咱现在人类才有这么一出 而掌控梦境 人间使者这个魅魔 这一票魅魔 其实游戏人物设计就这样 山羊的脚 山羊的蹄子 其实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这样设计 是由依附着基督神话设定的 还是大点好 小的都没法看了 反正羊脚羊蹄 就代表赎罪替罪 那你既然替罪 罪元在哪儿 撒旦 基督的教义万年不变 上帝是不爱的 但说的是个魅魔 不管哪一些神话 就说了它 它没有形态 属于超自然某种生物 纯意识 即便是在人间有形象化 那就是人类的想象 你想到了后世 人类就在想 什么样的形态 能引起人类的情欲 那就给它缔造什么样的形态 凭空去想去呗 那肯定就是浇花照水 弱柳子 仇杖身材 白玉无瑕 什么叫做窈窕淑女君子好球 对不对 什么叫做一双玉屯千人枕 半点猪唇万人肠 对不对 反正你就想啊 各位观众 你们这辈子做了所有春梦 你看不清对方是谁 很模糊 但你对他身材肯定是既有心 它就是西方神话中传说的梦魔 只不过它这个玩意 在主流宗教神话里面很少出现 你看阿拉伯的民间传说有一点 犹太教神话里面有这么一点 古兰教也有这么一点记载 死海文书 西班牙民间传说 纳德之书这些历史上经常被禁的神话里面也有记载 如果读的比较多 拼凑在一起 有这么一个完整的人物吧 他可能名字比较 按事儿来讲差不多 你看古阿卡德 古巴比伦神话 这事儿讲的是最多的 都说了越早神话 他根本就不避讳这个 更早一点亚述帝国 亚述王 尼尼威城毁灭 相对后是巴比伦毁灭了 索多玛的毁灭 那都是更早的事儿了 你看亚述帝国说就是诺亚方舟 下了船之后 他儿子那一边是建的帝国 这可是上帝刚刚清醒完人类 他儿子那一边就开始不学好了 上帝为什么要毁这个称 当时大兴土木建立神殿 所有任职的女祭司 就是任职的所有女祭司在神殿 无条件接受前来上供的信众的随意交合 信奉神灵就是Lilis三大天使之一 叫森瓦 就是这个魅魔上古时期的原型 说森瓦一旦显立大型的人肉祭 所谓的人肉祭 不是杀人 就集聚城中所有的精壮男子 在大厅上面和这些女祭司随意交勾 有传说这些男子欲求不满 欲赫难填 甚至在过程中 轻手把自己给割了 都感觉不到疼 性冲冲又跑到另外一个女祭司身上去了 那你想上帝看了这番场景 那能不来庆吗 行吧 这个游戏设定上面该看了 看时间差不多了 都说了本期就是介绍 这是政治境委游戏 我摘到下一期了 还是那句话 如果有下一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如果想看 在控制这位为魅魔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直至通天塔脚下 对峙巴比伦大国王凝露 借上帝之名事已裁决 咱们下期了 继续